我今次窗戶口發現到30萬了 剛剛好可以買到這輛Toyota全新的豪華版RAV4 SUV ToyotaRAV4一直以來都很受歡迎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它是早期少數的SUV車款 價錢經濟得來又耐窄 今天我終於有機會坐上來試試吧 來到第五代的大改款RAV4終於支援Apple CarPlay 不過兩個USB插口就要在首飾箱裡拿出來 略而不夠User Friendly 在我試連Apple CarPlay的時候 就要試插兩條線 因為其中一條只是給充電 插另一條中控平時會即刻彈CarPlay的介面出來 准買家門就要留意 至於無線充電位就夠大 還有開關鍵可以上充才充 和優越版不同 豪華版的司機位是用電動調教 不用自己押前押後 前座和軚橫都會發現在 車價經濟的代價就是有的輔助系統不多 駕駛模式有三個 仔細點看 車身比上代長了和闊了 新的車頭設計看起來更加四四方方 線條硬朗了 感覺更加有Off-road味 駕SUV身形這麼大 車尾箱空間當然有差不多 軸距加長了 後排都坐得舒服些 整架車給我的感覺 設計非常簡潔 因為它不會有很多多功能的按鈕 令我妥妥令 但是 有一件事要提一提 就是它這個波棍的位置 如果是女士的話 手比較短 就會有少少掉手的問題 因為它是偏了去乘客那邊 最後提醒心鬱鬱的你 香港暫時只是引入了2.0前驅板 未有四驅住 換生活 樂科技 暗話-K